- 是拍照嗎? - 不是啦, 又贏啦 - 秀元今天很高興,你帶著妹妹一起來看我跟我老媽 - 現在我們在天擺餵素食餐廳, 四晚午餐 - 因為還有其他的客人, 所以我不方便錄影 - 現在都空了, 所以我就想說把剛剛講的話做一個總結 - 我們剛談了很多, 可是我現在覺得說 - 我很想請你再講一下你剛剛講的那個 - 我不嗎? - 就是說她媽媽在養父女之家 - 跟住民的互動, 為什麼我會想要這樣? - 就是說我放媽媽在原間的那家護理之家的時候 - 她覺得我媽媽不能動, 我媽媽不能翻身也不能講話 - 她覺得像我, 那我是希望他們多把它帶起來 - 有多一點的身體的動作 - 但是他們認為他們人力的問題 - 有些 - 所以不太有這樣的造料的, 這樣的余俠, 人力的余俠 - 所以希望我們去到這個叫做什麼護理之家 - 可是對我來想, 在我的觀念裡面, 護理之家的人是比較 - 比較躺在床上, 比較需要很密集的照顧的 - 就像我媽媽這樣的人 - 但是我總覺得說, 如果我媽媽是一個混搭的 - 就是有機會像你剛剛講的說你媽媽- 能動 - 對, 可不可以請你講一下說你媽媽在安養你家的時候 - 那在你離開了, 那你離開了你媽媽你回家休息了的時候呢 - 那個住民跟你媽媽之間的互動 - 因為我媽就很喜歡跟她打招呼嘛 - 那所以有一個人, 她女兒都是因為要上班 - 她都比較晚去, 她大概九點九點都會帶回去 - 她只要經過, 剛開始跟我媽媽會打招呼 - 她就說, 阿嬤, 空媽媽, 因為我媽媽會講日文 - 阿嬤, 因為我媽媽會講日文 - 阿嬤, 回去了就跟她說Goodbye - 再見, 我媽媽好喜歡繞英文啊 - 除了講日文, 然後她就會每天 - 我媽媽就故意把襪子脫掉, 因為冬天嘛 - 她就脫掉, 然後即時夏天, 吹冷氣會涼, 她也是衝完 - 她就故意因為那個襪子鬆鬆了 - 她就脫弄弄弄, 她就掉了 - 她就說, 你要穿襪子啊 - 她就他們也都很照我媽的意思, 就幫我媽穿襪子 - 我就我媽就跟她, 大概就會對她印象很好啊 - 就很信任啊, 然後每次她經過啊 - 我媽媽就會跟她說, 你要穿襪子啊 - 她就過來, 然後就幫我媽穿襪子 - 甚至後來, 她對我媽媽都會跟她說 - 你要穿襪子啊 - 她就也是照我媽媽的意思, 就親了一下 - 那我媽媽也開心, 她也覺得說 - 她就像她自己的阿嬤啊, 沒什麼 - 她甚至連她媽媽, 因為她媽媽可以腫動 - 她有時候會出來吃飯啊, 或在看電視的時候 - 經過, 媽媽又來跟人家, 你要穿襪子啊 - 她又幫她穿襪子 - 她就幫她穿襪子, 然後穿好襪子 - 她就很奇怪, 她就跟我媽媽玩起跳 - 一腳、兩腳、三腳型啊什麼的 - 她有時候是有啦, 可能近距離的 - 她有時候是她在腸圍 - 因為我媽媽有時候身體又不舒服 - 可能有時候怕她動作太大 - 萬一她又怕跌倒嗎 - 我們就說, 你不要太看見我媽媽 - 她就站在腸圍, 她就這樣 - 玩一下這樣這樣 - 然後我媽媽也覺得, 欸, 好像 - 經過的人, 只要經過的人都會跟她很好的互動 - 甚至也有, 我媽媽, 你看她國語也可以通啊 - 也有那種講國語的, 像說山東人或什麼 - 可能經過她也說, 阿媽你好, 什麼的 - 然後我媽媽也是都, 欸, 每天她就是等著有人經過 - 她說, 她今天怎麼沒有跟我打招 - 我跟我媽媽說, 她可能身體不舒服 - 而且怕跌倒 - 所以她沒有手在跟你, 她扶著 - 沒有手跟你說什麼什麼的 - 然後我媽說, 哦, 這樣啊 - 她每天都這樣 - 然後有時候我媽心情好, 她就唱歌哦 - 所以甚至就是那邊的看護 - 是那個應該是北越的 - 可是她就把我媽媽當了自己的阿嬤 - 所以她是當她生日的時候 - 我媽媽每天跟她唱Happy birthday to you - 還有祝你生日, 誇愛樂 - 我們家甚至都有用愛配把它錄影起來 - 然後那個我媽媽還要求 - 啊, 去生啊, 去生啊 - 我媽媽還會說, 要過來,要過來 - 還會指導, 叫那個看護說你要過來 - 而且她有時候下班的時候 - 她是穿便服哦, 照一次 - 後來她上班的時候 - 也有穿著制服跟我媽媽合照 - 我們在我們家的那個 - 愛配裡面, 我的哥哥那邊都有 - 那我是覺得說 - 其實可能就是 - 你把她當成自己家人 - 其實有的看護還是 - 還是會相對這樣 - 但因為有的是不好的 - 可是大部分來講 - 我是覺得都還不錯 - 那可能我媽媽運氣好 - 碰到的那個住的那個 - 應該跟住有也是很好 - 應該跟住在那邊的 - 或是他們的家屬 - 都對我媽媽都很好 - 那我是覺得說 - 大概就是用相對的那種心理 - 然後你把她當成自己親了 - 所以後來我們媽媽在亞東醫院 - 請了那個看護 - 她是印尼華僑 - 她的國語不是很標準 - 可是她也會學著我們 - 你給我媽媽 - 叫媽咪媽咪媽咪 - 啊我媽媽也是 - 剛開始跟她很好 - 可是後來可能真的身體不舒服啊 - 我媽媽就說 - 我不要吃飯 - 我要等我女兒來之後 - 我說我每天還是 - 欸我媽媽要注意 - 我沒有請看護 - 我還是要八點多我就去了 - 然後晚上大概也是 - 她吃過藥 - 因為有時候她去吃啊 - 我們就好 等她吃完 - 要不然開護也沒做啊 - 她就等她吃完 - 一樣 - 然後我說好 - 那我可以回家 - 媽媽就說 - 妳那坐妳要早來 - 我每天也都早了 - 她就是習慣這樣 - 我們就是盡量配合 - 幫她的 - 她想要做什麼 - 盡量這樣做 - 妳是八點多就去紀念所 - 像後來住院 - 她越來身體狀況不好 - 都會越長 - 我大概九點多吧 - 九點多回去 - 我都騎腳踏車啊 - 除非下雨我才坐捷運 - 幫我都騎腳踏車去 - 腳踏車回去 - 我沒有覺得方便 - 而且我要帶果汁啊 - 還有有時候說 - 欠什麼東西啊 - 我就順便帶過去這樣 - 所以我們家 - 我哥哥那時候還好 - 我今天還沒有學 - 就是離我們家近 - 不管是醫院 - 還是肚子自家 - 然後我們往夜長期 - 都在亞中看 - 裡面的醫生也比較熟 - 環境也比較熟 - 護理自家是因為 - 離我家真的近方便 - 也感覺應該還好 - 大概我們家的要求 - 不會太應格 - 我就覺得說 - 跟我們相處的也都還不錯 - 所以有時候他們的看護 - 跟我講說 - 像我媽媽後來會拉人家 - 或打人家耶 - 因為她很不舒服的時候 - 她會打人家 - 她就跟那個他們說 - 抱歉 - 然後我都準備水果多一點 - 我都請他們也一起吃 - 那我會跟我媽媽講 - 因為裡面也有 - 其他就是住的人 - 她自己有帶看護去喔 - 她們的外勞一起去喔 - 她有的僱主不好 - 不給她吃東西 - 她很可憐 - 那我們請她吃一點木瓜 - 或是青年西瓜 - 反正我們水果那麼多 - 跟她一點 - 媽媽都說好 - 她也就叫我媽媽叫阿嬤阿嬤 - 好親切喔 - 她也是 - 反正我不在的時候 - 她們經過都會跟我媽媽打招 - 我就讓我媽媽 - 因為她就喜歡有伴 - 她有看到人跟她含暈或什麼的 - 所以那些人都知道我回去了 - 她們就會 - 可能她多少也是有幫我一些忙 - 我覺得這是自然的 - 然後我就覺得好 - 她們本來的 - 走死症 - 有的就不是那麼好 - 所以她們外人長 - 又會想說 - 她們因為是出門在外 - 我覺得很辛苦 - 那只要我們用心喔 - 她還是可以體會到 - 她跟我媽媽的互動 - 就會像自己親人 - 像我回家喔 - 我媽媽也出來說 - 你不要回家了嗎 - 她們就會說 - 阿姨要回去啊 - 阿有的就叫我姐姐 - 我說你叫我姐姐 - 叫我阿姨 - 阿還是要叫 - 反正她還是會 - 會就是說 - 就是 - 會跟我媽媽說 - 她要回去吃個飯 - 等一下就來了 - 那我媽媽一直說等我啊 - 因為她 - 她沒看到我啊 - 她一直叫名字 - 一直叫名字 - 阿姨就說 - 喔 等一下我回去吃個飯 - 把果汁還帶給你 - 阿你跟她說好 - 她就會 - 喔好 - 阿不然她會一直等 - 會一直叫 - 她說 - 這是真的 - 因為我其實很多啦 - 我就是不曉得 - 從哪裡開始講話 - 啊謝謝 - 會不會不會 -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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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不會